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待会就要召开台化的宿院委员会 即将做出对于彰化市民 对于中部人 也可以说是对于台湾 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 10月8号环保署的新闻稿 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这一次宿院的重点 M16 M17 M22 三个锅炉环保署的立场是要让16 17放行 让22能够停止 我必须很严肃的说 彰化宪明如果让了任何一座锅炉给台化引走了 任何一座锅炉给台化引走了 那彰化一定是纯盘结束 希望我们可以派代表去入场 我们看到宿院法第六四条 宿院的委员会的主委得指定 听取宿院人 参加人或利害关系人 到场陈述 我想我们彰化130万乡亲 我们彰化市23万民民众 还有我们今天特别包车来的这些 辛苦的放下手边工作的乡亲朋友 不就是希望能够到场发言 到场表态 宿院委员是一个独立运作的 各位的声音 包括藏的新闻局 部署或部署 訴求里面 在我们的訴犯委员里面 有我们关心环保的律师 有我们关心环保的学者 我相信他们都看到 如果我们的訴求 其实在里面可能会讨论 可能会讨论 我当时我不能跟大家说怎么样 就是说他们去讨论 要怎么进行 我们完全尊重訴犯委 狗瓜我自己 你听我说的 狗瓜我自己 不要说黑手 白手 什么手 都出门这一道 訴犯委现在在你进行 我跟大家感觉 我跟他们说 诉求就是我们要入场旁听 我可以跟大家在这里等 还有里面的委员也提出来 这样的诉求 就是希望能开放旁听 那还是一样 主席不想要开闪令 不想要开闪令 不想要造成困扰 然后他同时也没有在这个会议里面 让委员们来表决 是否能够开放旁听这件事情 我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他从出生就是一直吸着台话的空气 那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点酸臭的味道 因为我在学校每次都看到 我们学校有空空气 每次都是红色或是红色或是红炉 我相信这位老师 可以给我们每一个干净的空气 至少能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段就是烟冲 可能停止燃烧的期间 其实我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觉得说我的孩子至少 呼吸道的空气是安全的 台湾五十一年以来 其中不断製造这空气的污量 也五十五年以来台湾的污量 每次分两大里 一种是叫做Sox 一种是Nox 就是淡化污和硫化污 所以过去这几十天来 如果外地人塞车 那是礼拜中我吃 就拼了一个炒鸡两米 好呀